大家好我是阿良 這是我發生在我剛退伍之後呢 出社會時所發生的故事 我那時候北上來工作 就在車站附近租了一間雅房 那那個是一個老公寓 一層有三房兩廳 一進去門的右邊是一間套房 不過這個套房跟我們的故事無關 在前面是廚房 左右兩邊是兩間雅房 那我是住在右邊那一間 左邊那間住的是一個叫做木頭的房客 他人如其名就跟木頭一樣高高的憨憨的這樣 他跟我一樣喔 都是北上來這邊工作的 那他是在飲料店上班 我是在房仲上班 我跟他感情比較好 除了彼此之間有相同的背景之外 年紀也相仿 浴室我們要共用 我就問他說 你那個浴室 這個禮拜輪到你洗 或者是沐浴借我一下等等的 所以下班之後 我就問他說要不要吃晚餐啊 順便買回去啊給你啊 但即便這樣我跟他的關係 也沒有說好到會講心事啦 就有點類似熟悉的陌生人 但是有一天喔 我開了門之後呢發現 木頭在客廳裡面吃飯 旁邊還有一個女的 他們兩個都在吃三八 在那邊看新聞 我心想說 木頭交女朋友 我也很思想 我回去放了公司包之後呢 換了個衣服 我就自己出去吃晚餐 當然在吃晚餐的時候 我就賴他 嗆他 交女友也不講啊 之前在那邊聊天也沒聽你講過 突然偷偷交一個這樣 木頭也就憨憨的 他就說還不確定啊 後來女生才答應 所以才在一起 在一起不到兩個月就分手了 那個女的呢 就說還是當朋友好了 但是沒多久 這個女的又跟另外一個 一樣在飲料店上班的同事在一起 這個對初戀而言的木頭來說 打擊太大了 故事體太龐大了 所以那一陣子啊 瘋狂找我傾訴 那我也想說 之前他也請了我那麼多杯飲料 每次下班都帶一杯飲料請我 我就請他喝幾次的酒好了 我請他訴苦 所以那陣子呢 就變成是 他在說 我在聽 他的話變得比以前還多 一喝酒之後 話就一直唠叨不完 但其實我就聽久也覺得煩 因為他永遠都是在鑽牛角尖 說為什麼 為什麼那女的不愛我啊 為什麼 跟我說是 斷了之後才認識 可是算一算時間好像重疊 我是不是被劈腿啊等等的 一直重複講這些話 那我也一直告訴他說 你不要再去想過去的事情 沒有意義 你要不就是 雖然我沒在飲料店上班 但是你要不就換個工作嘛 換到別間飲料店嘛 或是做別的菜飲業嘛 要不你就乾脆不要再想這件事情 對你沒有用 每一天晚上他都說好 但是到了第二天 他又在犯同樣的事情 又在鑽牛角尖 又在找我喝酒 哭訴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開始有點想躲他 變成說我下了班之後 我就故意說我很累 或者是我明天要早起或是加班 就是故意不要再跟他見面 免得又要聽一樣的事情 有一天我記得是 禮拜五 禮拜五的時候 第二天晚上上班 房仲業沒有分假 禮拜五的時候呢 我在晚上關了燈 在床上滑手機 滑到差不多快十二點吧 我就準備要睡覺 在準備睡覺的時候 我就聽到木頭來敲我的門 就講 Cocococ 然後就叫 阿良 那時候我就想說 天啊不要再來 我就裝睡 我就沒有回他 然後到了我差不多半睡半醒的時候呢 他又來敲門 講Cocococ 阿良 我那時候就有點不耐煩 我說 幾點了 然後等我睡著的時候 晚上好像有再來敲門 但我有點沒有意象 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就出門上班 上了一天的班 回來時想說 算了啦 還是跟他約吃個飯好了 就是再聽他講一下話 可是我開我家門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一個老頭子 在我們家客廳 誒這個老頭子很面熟 喔 房東啦 因為只有在租房子才見過 之後都是匯款 那房東怎麼突然間跑來這邊 原來木頭在他房間上吊輕聲 所以現場除了房東之外 還有警方人員等等 我當下聽的時候 我其實有點傻掉了 那警察也來問我 他就說 你知不知道什麼原因啊怎樣的 因為木頭沒有留下任何的遺書 什麼都沒有 那我當然知道原因啊 可是我覺得以木頭的個性 他不想讓太多人知道 所以我就簡單帶過說不清楚 那整個事件就過了 那其實我有點內疚是我覺得 如果那個禮拜五 他有來 晚上不是有來敲門嗎 我有一次打開那個門 聽他講話 或者是打開門罵他好了 說不定都可以讓他不要想到 往輕聲的方向走 但是那個剛提到那個一開始的時候 客廳右邊那個套房他馬上就搬走 不敢住 那我還是繼續住 那房東也很痛苦啊 就是也很麻煩 然後就跟我在那邊聊天的時候 他就有提到說 後來警方有講這個木頭 應該是禮拜五的下午左右 五六點左右 好接近晚上 下班之後呢 在家裡上吊輕聲 後來我聽聽之後 我就算一算 欸不對啊 木頭敲我房門的時候 是晚上十二點欸 可是警方說他是在五六點的時候輕聲 那 那時候他敲我房門時他已經死囉 說到這邊的時候呢 其實我還是沒有感到害怕 我是覺得有點可惜 或許他有些話想跟我說 也許是道別 或者是道歉 那後來我還是在那個地方 繼續住了快一年 是因為我後來跳槽到另外一間公司 才沒有在那邊住 才離開這樣 我是阿良 這是發生在我出社會時 租房子所遇到的 另一故事 其實這故事聽到最後 我當時的第一個反應是 會不會晚上來敲門的是 那一個住在客廳套房的男生 但是想一想也不對 因為他有叫阿良 所以聽得出來聲音不對 而且阿良自己也跟我說 他從住進去到退租 跟那個男大生 跟那個男大生聊沒超過三句 他不可能半夜跑來敲門 所以他很篤定那天來敲房門的 就是木頭 只是不知道木頭要找他幹嘛 那他在那邊其實也有一點抱持的就是 說不定住一陣子之後木頭會再來找他 他說再也沒有遇到木頭了 他這個朋友就在他隔壁 消失從此都見不到面 接下來我們就來聽偷聽史多利 在租屋時找房子的時候 遇到了什麼靈異事件 其實我們最近 其實我們最近 因為我們其實做這個節目之後 就比較少遇到靈異事件 我覺得必須 不是 我之前才來講 做節目應該一直遇到嗎 對我也覺得 就最多是錄音 可能錄到一點點聲音 對我們來說就是好像還好 但如果要說最近遇到 可能比較靈異的事件的話 就是我們去找房子的故事 又找房子 對又是跟房子有關 對 就是因為大概半年前吧 那時候我們要搬家嘛 就開始去 對差不多七八月 鬼月 所以是鬼月 對對對是鬼月的時候 鬼月的時候 那明明是定期我們還是去找房子 好啦算了 你還做這個節目的 對 還告誡人家說不要 對 自己在那邊找 好啦好啦 反正就是 那時候我們就是找房子的時候 我們就是為了比較 一定要多看幾間 然後再來就是我 自己本身體質 我不敢說我有靈異體質 但是我覺得 只要到一個可能不太乾淨的空間的時候 或者磁場很亂的地方的時候 我其實會有一點點的生理反應 比如說頭暈 或者是想吐不舒服 三分之一靈異體質 四分之一吧 那時候我們看了好幾間 它也是一間老公寓 但是它的那間格局跟整個空間感覺是有重新粉刷過的 比較亮 比較亮的 但是我進去的時候就看到 這個乾乾淨淨的嘛 然後油漆都塗好的 但是我覺得 這感覺是假的 很亮 對我就覺得真的是死亮耶 對 描述的很真好 反正我進去的時候我就覺得 這一個空間真的是假亮你知道嗎 這感覺沒有那麼單純 好像刻意掩藏什麼 對 當下沒有直接感覺到不舒服 只是覺得怪怪的 然後進去的時候就是 我跟卡拉就開始分開 各自去看格局 然後看房間 然後這邊呢就分成兩個故事了 對 康納線跟卡拉線 支線 對 就我們有各自的支線 對 因為我們兩個都在這個房子裡面 遇到了一些小狀況 對 那我就因為我的體質就是可以感受到一些 就是氣場嘛 對不對 對 十分之一的體質 所以我就在看房子的時候 就發現一些櫃子都很老了 然後就看到一個矮櫃 然後我就想說 這矮櫃留在這邊 我也不想要 但是我就想看它裡面有什麼 我一拉開那一瞬間的時候呢 我剛剛那個頭痛感跟頭暈感 馬上就來了 因為我就很明顯感覺有股氣這樣衝上來 湧上來 對 湧上來 就哇 不行 我就馬上關回去 然後我就走出來就覺得 嗯 就聽其他房客在看房的人 在講什麼 然後我就不想再逛了 因為我就覺得這空間真的很不舒服 而且它房子真的老舊到就是 它的那種組合櫃 就是衣櫃啊 是那種一大片式的 所以等於說 兩間房間的隔板 是用衣�格的 可能四米長的衣�好了 那很長嘛對不對 但兩米呢是給左邊的房間的 然後另外兩米是給右邊的房間 衣櫃是牆壁 對 還尖當隔間這樣 對 所以你只要敲那個聲音的話 隔壁是聽得很清楚 因為它就只有木板隔著而已 那其實都是很老舊 你會覺得那個味道都很怪 對 對 但是當下我就是看到這些老老舊舊的家具之後 其實就不太想住了 然後 然後我就出來了 那接下來是卡拉的線 對 就是我那時候 因為我們真的就是各自去看 然後看說哪一個地方比較符合我們需求這樣 然後我當時是一直跟著就是我們房東的媽媽 對 房東媽 因為之前房東媽媽都一直住在那邊 然後所以她會跟我們介紹說 喔 這邊是她以前住的房間 然後這邊是哪裡這樣子 老人家 對 真的就是一個阿嬤這樣子 然後 剛剛康娜講到的那個矮貴 就是那個古董的那個矮貴 我是之後聽那個媽媽說 才知道說 她這個是她從之前四十年前 就一直用到現在的 對 這個是一個古董 四五十年 對 所以我非常能理解說 為什麼康娜一打開 然後那個整個氣上來 就是她真的是 重點是就是我們之後 然後就是繞一繞看完之後 我們那時候也快走 就差不多看了差不多這樣 然後媽媽那時候媽媽是站在我左邊 就是康娜這個位置 對 然後我是媽媽 對 當時就在跟她就是聊天 然後那個媽媽就說 就是她真的很捨不得搬離這邊 因為這邊她也真的住了很久 但是沒有辦法她必須搬走 對 但是她一講完了之後 其實因為那時候是夏天嘛 所以那邊其實都會一直開始冷氣 但是我一進去的時候 都不會特別感覺到說 欸這裡的空氣是冷還是熱 就很溫 對 就是很溫 不會特別去注意到有什麼不同 但是當媽媽講完那一句話的時候 我突然感覺到我左半邊 就整個非常的涼 對 就是我突然感覺到說 欸 怎麼這邊很涼突然變涼 而且我的左邊的耳朵大耳鳴 就突然 多了一個人靠近的感覺 對 就是 但是好像有什麼東西過來了 的這樣的感覺 就整個那個氣場跟那個壓迫感 就整個都湧上來 我就覺得說 現在怎麼了 就是是不是有什麼東西這樣子 但是我當下有點驚恐 但是又覺得說 我就保持認定 然後也沒有當下跟康娜 或是其他人 去分享我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你也有四分之一 我可能也有四分之一 他家族都有體積 對啊 你剛剛來講 就我可能繼承了一點那個協同這樣子 它是最後那種爆發型 對 就之後就 失變是不是 變身 我後來才房子 等你 然後之後就 我們兩個就 就回家了 對 各自回家了 但是因為我們就是其實知道說 這房子好像有些問題 然後我們 因為還有其他室友一起來看 可是當下 室友看到這樣子的房子 就是乾乾淨淨的 但是他們超馬瓜 然後又覺得說 又很便宜 就好像說 就很努力的 想要跟那個房東一直殺價 但是我就在後面一直搖頭 對 就說 不要 然後我也就保持沉默 不要再殺價了 你再稍微也不會住這樣子 回家的時候我們就坐車 坐上車我就跟他們說 我覺得這個房子真的不行 對 然後我們就回家了 那回家的時候 晚上就發生一些事情 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 不太會真的 超級負面的人 真的 但我不知道當下 發生什麼事 當晚我就是 情緒非常的低落 應該不是因為找不到房子 應該只是 應該是 應該是被影響 就是我當下就覺得 喔 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非常非常負面 然後是讓我負面到想親身 那種念 我有聽過很多故事的人 也是像這樣 對 就是被影響到 莫名的 就想要去親身 對 念頭 對 然後我就當下 當下就真的很想 就開窗 就想跳下去 就是那麼嚴重 但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有些宗教 所以我可能就會念一些經 然後讓自己安定下來這樣子 然後晚上就睡覺 就沒事了 對 但同時 當晚卡拉也發生一些 就直線過來 對 直線過來 對 直線過來 對 因為當時我們就看完 然後我們就各自 我們也沒有聊天 我們就各自的 就回房休息 因為就可能就覺得說 喔 又是一間 不符合我們期望的 一間房子 所以也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我就會洗澡 但是我在洗澡的時候 就發現 欸 我的 左半邊的肩膀後面這邊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一條傷痕 就是 刺刺痛痛的 對 就是一條 傷痕在那邊 我就覺得奇怪 指甲嗎 就 可能類似吧 類似 很像抓痕 但我又不確定 就想說 只是想說怎麼會有這個傷痕 但我當時也沒有想太多 想說反正就可能洗澡嘛 就很會 可能抓來抓去啊 可能就自己抓出來 我也沒有特別去理他 但是 到我就洗完澡 然後要睡覺的時候 我當晚就做了一個夢 我夢到是一個很老舊的大樓 然後我夢到是大樓的頂樓 但是詳細的那個 夢的內容 我現在已經不太有印象 但是我就是有記得夢到那個大樓 它是非常的斑駁 就是它整個大樓的那個狀態 就是非常的老舊 然後外面都有點落差 有點像 香港鬼片的那種老舊鬼域外面 你是站在頂樓嗎還是 對 我覺得我是俯瞰的那個角度 對 我是俯瞰 然後看到那裡就是 就是一個方正的一個大樓 然後就是很像 就是真的是非常老舊 呼氣的那種感覺 對 但是我 一夢完那個夢之後 我就當下就驚醒 然後我就第一個反應 是去摸我那個傷痕 對 就是我當下就感應到說 好像就是跟我 那天晚上去看那間房子有關係 就我直接有這樣子的 直覺 直覺 對 就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聯想 但是我就直接感覺到是 好像是有連結的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 對 但因為很奇怪 因為他夢到這樣子的情況 驚醒之後 也不可能會去 馬上去摸 對 所以傷口跟房子跟夢境 可能有關聯 但是我們不知道 對 所以我當下就是有這個感覺 對然後隔天 早上起來的時候我才跟他說 欸我做完就是 我們就開始分享 你們的知性就融為一體 對我們就融為一體 然後才發現說 我們原來各自發生 這樣子的事情 都在同一天發生 都在看完那間房子時候發生 對 所以那間房子你們後來跟室友講 室友就也決定 對因為室友其實非常非常怕鬼 非常非常非常怕 其實我 因為我有很多網友投稿 我自己去做一些採訪的時候 租屋真的很容易碰到 當然不是要嚇各位 但是就是說在租屋的過程中 你可能就真的要多比較 多看 那像說剛才我提到的這個神明柱 其實你也可以看牆壁如果有黃黑 就是有燒過香 你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這樣的狀況 那如果今天這個觀眾聽完你們的故事 他們很想聽 他們不想看錯別字 他們就只想看偷聽 聽偷聽Story 對 我們可以在哪裡聽到你們 大家可以到的就是各大的Podcast平台 比如說Apple Podcast Spotify 或者是一些音樂不放軟體 像KKBOX 他明色BOX 都可以找到我們的頻道 就是只要搜尋偷聽Story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 沒錯 然後也可以歡迎到我們的 Instagram上面找我們 就是一樣搜尋 搜尋那個偷聽Story 就是偷聽音樂的偷聽 然後使多利 OK 而且我還要跟你們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 整個過程 如果你有聽到任何的配樂 那不是異星哥找的音樂 全都是我們旁邊這位靈魂人物 只是露背影不露臉的 這個Eric 他所彈出來的 好不好 我是蔡卑茲 我是賴仁凱 我喜歡鬼話的影片 但我不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